為了控制非洲地責 雲林管政府是為歷空一百年開始禁止使用豬油來指定 但是管來每天收三星的豬油量大概有30元 為處管府特別跟業者來做 將這豬油非收更多利用 比起來製造型優秀的肥料分解肥 化妄讓學校社区進行使用 目前分解肥也已經在去年在到農委會肥料的定期前 未來也將會在每年開始來換取 福年館平均每天都有三星三十多冬的豬油 已在二空一百年廣府宣佈為了控制非洲地責 經濟使用豬油來指定了好 這些豬油是要怎麼處理的 為處分解肥油就是特別和業者來合作 將這些豬油回收再利用 並來製造行為優秀肥料分解肥 我們的手廚魚禁止廚魚養豬 那這麼大的一個量我們何處去呢 那我們立善縣長他超前部署 但是也要有我們南亞 這邊的話是全力的來幫忙跟協助 然後透過大家一起努力 那終於在去年我們拿到了這個肥料證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合乎我們整個品質的管控 包括對我們土地的這樣子的一個親善 無知芸蓋肥剛才已經在幾年出獎 農委會的肥料定期間 關乎也將肥料分散後 好好下屋頂地坑來進行使用 它在使用肥料料後 作物也真的有明顯成長料比較好 有用銀蓋肥的土地種出來的玉米 還沒有用銀蓋肥的種出來的玉米 剛才在隔壁這樣對照對照就對了 種起來很明顯有用銀蓋肥的玉米 算得比較高 比較好 因為它是環保的東西啊 而且我們縣政府在推廣 那就是在地的農業嘛 我的茶匙在張湖啊 所以用的這真的很好 我請訓練關大學 一天會來三星30至40棟的土耳 以隨著隔壁的製造技術來越進步 以及原本傳統的製造 2到3個月可以來縮低至35天 較像隔壁的未來新的出版 全面來通過 製造技術也將能夠更加進行 到時候一天就能來處理 將近60棟的土耳 我們目前現在是30噸 那舉起這裡也希望 因為整個我們希望擴大 所以目前現在變得環瓶 日後我們最高一天可以處理到60噸 那這60噸應該足夠幫整個雲魚線 全部的處理 那我們不管是家戶或者其實餐廳 我們希望盡可能只要產生處理的 都能夠送到藍鳥這裡 來做成有機肥肥料 我們希望從30噸提高到60噸的部分 那未來就是可以除了我們家戶 服務我們家戶之外 那我們希望說果菜餐廳 全部都可以進來 這些有機的資產 我們不希望說它是浪費的 到粉碗做一個處理 祝福年觀眾競技修養 在這裡之後 廣府就積極化電路 將在這裡來回收菜利用 他現在雲介肥也要來處理定期前 未來廣府要將在明年後百年來進行緩修 現在更加報導